最近一段时间,陕西神木市招一百名临时工,要求研究生学历,月薪2500元这消息一下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。 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,这一下颠覆了很多人对研究生的认识,同时很多人也在怀疑是不是我们当前这个社会学历已经不重要了,大家辛辛苦苦花费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去读研究生,但是研究生毕业以后月薪却只有2500元,这还不如当年不上学,直接从高中毕业就去打工了,说不定现在都不是这个钱啊。 同时也有人在怀疑一个工艺性岗位就开始招聘研究生这么高的学历,这是不是显得有点大才小用。 当这个消息出来以后,也有很多在读研究生,突然感到压力很大,很多的研究生觉得如果自己以后出来月薪只是2500元,而且还是个临时工,这怎么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? 同时很多人也开始思考读书,到底能不能改变命运?如果靠读书不能改变命运,那自己以后的人生又将何去何从? 关于研究生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问题?我们可以纵观这些年的教育发展和职场中,相关工作人员的薪资待遇,就可以得出结论。 在招聘的时候,很多单位招聘员工,首先都要985或211大学毕业的研究生,当他们优先考虑完研究生以后,他们才开始考虑本科生和专科生。 同时从薪资待遇来讲,研究生的平均薪资待遇,也是远远的高于本科和专科生的。 很多单位在招聘员工的时候,他们首先会看重员工的能力和综合素质,但是当单位对这个员工不了解的时候,员工的学历就成了第一选择要素。 所以,对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来说,如果你是研究生,那你将会优先得到很多单位的录用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,学历在当今社会依然是非常有用的,同时学历也是很有用的敲门砖。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,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,学历虽然有用,高学历也可以帮助你打开一些比较好的平台或公司大门。 但是当你进入这些公司工作的时候,如果你的能力不行,你不懂得持续地学习。 当你对公司来说没有用的时候,公司自然也会将你淘汰出局,因为对于公司来说,学历只能证明你的过去,但并能不代表你的未来。 你在未来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?你到底能够走多远?你能够坐上什么样的位置? 这完全取决于你在公司里面努力程度和你个人的成长。 所以通过上面的案例,我们自然可以知道,最近陕西神木市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中显示的研究生学历的月薪是2500元。 这种情况只是一种特例,并不能从广泛角度上来说明学历不值钱这个问题。 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,读书总是有用的,同时学历的提升,对你在社会上混得好,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。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特例就高唱读书勿用论,读书不可以改变命运,读书不能改变阶层关系。 所以,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,或者是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,读书仍然是一条非常有用的突破阶层关系的最好的通道。 所以为了自己的美好前途,还是好好读书吧,等到你学到了知识,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之后,你自然会享受到学历带给你的一系列红利。 到那个时候,当你找到了好的平台和好的公司以后,你就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概率走上人生巅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